看一下咱们新买的抓鬼的宝宝效果如何啊 首先利用它是高速加高敏 再加碎亚人力单给宝宝啊 加高级驱轨进行高速出的伤害 再加上顾伤给宝宝圈打残血 等到我出手的时候 对面的怪圈的飞 一刀一万四一刀一万三 这只鬼直接被我的宝宝打了两万七的数据 然后再加上我的补刀 一刀七千八比我人还高 一刀一万两千三百六十七 这是跟全队的一百七十五级一起刷的任务 所以说有高级驱轨的宝宝在抓大鬼 实在是太好使了啊 我除了主怪的全都能崩死 但是唯独我拿主怪没有办法啊 秒六 爆六 我觉得顾伤好像不用打也能死 超级神狗来了啊 咱们对比超级神狗的数据 超级神狗打了四千啊 狗是大家心目中的超强召唤兽 而且咱们的宝宝速度也很快 来 我的宝宝仅次于 哎我去 牛逼 来看看看看去 那么来了来了来了 就这抓大鬼 来了啊 顾伤以后就是我 一万四 卧槽 真他妈畜生啊 然后是我的人 你打了一把武器出极品了是吗 永不磨损 658除以3加535 754 754的武器确实能卖上万了 先读现在四啥 好了再来啊这个这个怪事这个鬼是什么鬼啊这鬼是相当于抗性鬼是吧 抗性鬼我来啊那我他妈崩他身上他妈一刀不得死吗 胖性鬼兄弟们我打六千多你们一般打多少血我不知道没看别人刷过没有对比 刚才那鬼就是双抗了 相当于野鬼 一般上万 毕竟你还有一百五十个天赋没有吃完吃完就肯定上两万了 单开前面给被抓完了 八千我这就这就是咱们要的作用挂上碎甲刃 他不暴毕八千 再加上一万一 暴毕是一万八和两万二 差点没直接打死 在他的碎甲刃的帮助下我的叔叔也能多个几千 大鬼也没有抗性啊这大鬼跟小鬼没有区别啊现在 都是两回合了应该 天鹏打不死主怪天鹏也打不死主怪 职业队长抓大鬼也是一回合啊宝宝得有高区啊 高飞的那种应该是没啥问题 偶射 一 一 一